我心肌梗塞了十幾天 本來醫生是說救護回來 過了十八天 突然間有一天睜開眼睛 我就醒了 我只是覺得說我在哪裡 那時候我頭腦可能都是空白的 然後他 我記得他有在我旁邊一直叫我 我不認識他 過了幾天以後我才記得說 你這個沒了 回去門診的時候 邱明昌醫師說 從測驗上看來 你先生得的是失智症 那我眼淚在診間 我眼淚就流下來了 我真的整個人就 就真的不能控制 因為你平常一直依靠的三 你希望他能夠再茁壯起來 可是失智是不是就讓你覺得 什麼都沒了 尤其是降作我們 就是年輕型的失智症 這種對整個家庭的變化 真的非常的大 我們剛開始就是不會寫字 然後所以我們就拿那個國小的生治部 開始從一二三阿拉伯數字開始寫 越來越寫越寫 好 再寫一下 漂亮囉 對 要不要把秋風灰寫好 你的名字寫好 你不寫那以後你不會簽名 不會簽名不能當老闆 他很喜歡老闆這個頭銜 我照彩虹穿 紅 橙 黃 綠 藍 墊 紫 所以今天應該是橙色 那你今天發的是 聽說有記者會說 我只要穿正經一點 我那個人用很耐心的照顧我 然後讓我慢慢就一步一步學 我就一步一步的回來 這個女人哭了不知道多少次 坦白說我有時候自己想到說 我剛剛為什麼對老婆那麼兇 我真的忍耐不住 看到我臉色很沉重的時候 他會知道是 他剛剛做了什麼 讓我不高興的事情 他就會跟我說 老婆我剛剛是又做了什麼 讓你生氣的事 那我就跟你道歉 要常常記得 他是生病的人這句話 那你才能用 對待一個病人的耐心去對待他 否則你會忘記 因為他平常就是一個正常的人 可是他因為生病 所以他有很多的不能 不是他不要